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 青春充满了不眠 是为了追寻恐怖的明天 嗨起来 好似无尽的灯节 从不分你我照亮在心间 也已承载心无灭 在巨大的伤悲皆已成为 如果你还不想睡 如果我还不停追 如果清醒是重罪 就把誓言带走 换成我不会 如果你就是一切 如果我就是决定 如果清醒是重罪 就让爱去蔓延 成全那个夜 奔跑把第十一季即将引来大结局 为了给观众带来惊喜 节目组特别安排了一场场外之旅 邀请了跑男团全员和飞行嘉宾 前往泰国拍摄 据悉 这是奔跑把首次在泰国录制 也是本季唯一的海外站 泰国作为一个著名的旅游国家 收官之战 很有可能跟美食有关 让大家期待吧 周深的生米真的太给力了 每次线下活动 生米的真的是人很多 路人都被泰国生米的 应援大旗给震惊到了 不光嗓门一顶时 人也是实打实的多 每一次人很多 但是秩序井然 每一个都热情 沙雕又可爱 因为素质高和深深双向奔赴的瞬间 总是感动很多的路人 很圈粉 表达热爱 其实是很真挚又美好的事情 70岁的马来西亚阿姨 愿望成真 见到了深深 亲手送上了祝福礼物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新加坡 各国的谜子汇聚 给她最热烈的爱 周深的粉丝年龄跨度大 小到幼儿园 大到七八十 去参加线下活动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中年生米 大家和深深一样 热情善良 温暖有礼 很少有来自荷尔蒙的冲动 大家都是普通人 并不是很多人 意识里的人傻钱多 为何拔山涉水 为何不惜重金 一定要现场看一眼她 问就是她值得 大家站在台下 就是告诉她 你很棒 你值得被这样去爱 我们会支持你 更坚定地走下去 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 这场青春 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 我确信确认 你是那个人 我承认 不再纯粹心事那么沉 已经就困在你的眼神 轻松深感 那刚刚萌芽的缘分 这还是我第一次过生的 今天几月几号 我想记一下 有东西 我帮你记 虽然你不知道你是 那天出生的 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 这倒没关系 由我们大家天前一大 城市黄昏 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 夕阳里的我们 这场青春 月是在慢慢变得完整 思念在发生 总有人 值得你跨越山水完成 一同分上岁月和星辰 我确信确认 你是那个人 我承认 不再纯粹心事那么沉 已经就困在你的眼神 轻松深感 那刚刚萌芽的缘分 更陌生 总有人 总有人 值得你跨越山水完成 一同分上岁月和星辰 我确信确认 你是那个人 我承认 不再纯粹心事那么沉 已经就困在你的眼神 轻松深感 那刚刚萌芽的缘分 中年人的三次元压力很大 生活和工作会时常使人顺心疲惫 但是我们的精神不应该空虚荒废 周深带给我们的是一座精神上的花园 是灵魂的吉养 我们可以时常来这里汲取它带来的阳光 找到曾经的单纯开朗 跟着努力探索的它 打开一扇扇新世界的大门 开阔自己的眼界 甚至是在它的温柔善良中抚平创伤 它精神与意志的强大 极正的三观 足以成为我们的精神信仰 我们会相信 我们也有自己的亮点 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当你走出这座花园 你会发现 会感觉 在这个让人有些无奈的世界 仿佛自己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所以每一次线下活动 尽管三次元很射死 我们这些大姐阿姨们也会拿着手符 尽最大的努力呼喊周深的名字 喊她宝贝 喊出对她的爱意 其实我们最想表达的那句是谢谢你 谢谢你把我的世界从灰暗变成彩色 今天又有路人说 我从不追星 这我也理解 因为当我没有遇到我最珍贵的这颗星时 我也常这样说 没关系 其实我们的幸福你并不懂 那我们便互不干涉 各自安好吧 听悲伤的情歌 看离别的戏 我突然就好想你 听窗外的风声 看下雨失去 灵魂失去了你 就这样啦 拜拜